第251章 拖延 就在韩力三人苦苦抵挡之时 漫天雷球似乎终于落尽 韩力三人先是一息 但互望一眼后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一丝差异 因为自从这漫天青色雷球出现后 青家巨人身形便隐墨消失不见了 既然这青色领域空间仍在 显然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如三人所料 未等他们彻底松一口气 一便再生 高空突然凭空浮现出一团团青色漩涡 一根根青色树枝从漩涡中飞出 朝下方轰然落下 足有成百上千根 虽说看似像树枝 但每根都足有十余丈长 堪比一棵大树 在刺耳乌声中划破天际 如暴雨般狠狠砸响三人 轰鸣声大作 但韩力三人却在先前短暂的间隙中调整了身形 此刻呈鸡脚之时分别守住了一边 韩力头顶本已不后的云团在这些树枝砸裸之下剧烈震产 一片片云气直接被砸飞 但也将近三分之一的青色树枝抵挡下来 林九深舟的剑枕运转 灵力无比的剑气也将砸下的青色树枝斩得粉碎 三人中如今看起来最为不济的是林十七 其先前便已受伤 导致缘起受损 如今头顶的金黄沙姆在漫天青色树枝的攻击下 方滚起伏黄沙肥茧 已隐隐浮现出了一些裂纹 青色树枝仿佛圆圆不断 蕴含的距离隔空传递至韩力三人身上 让三人心中苦不堪言 但索性如今三人分别负责一边 也能勉强支撑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早知如此真不该贪图报仇接着任务 如今招惹了仙公 小命都要不保了 林十七哭着脸道 看来我等应该是被人算起了 此人不惜耗费巨子 处心积虑将我等引来此处 破坏了这仙公长老的好事 应该是故意挑起吴长蒙和仙公的矛盾 林九同样连则难看的说道 两位道友 这些还是等我们保住性命再探究吧 如今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 韩力突然开口道 怎么回事 不好 林九先是一正 目光四下一扫过后 同样一惊 只见那些青色树枝被它们击溃后 所画的青色光点纷纷没入四周地面后 引得泥土一阵翻动 接着一颗颗翠绿色的树苗 纷纷破土而出 随着那些光点的继续涌入 树苗开始以绕颜可见速度 疯狂生长起来 前后不过几个呼吸 这些树苗便化为了一颗颗高约数十丈的大树 且还在继续生长 霸高 眨眼间 韩力三人便身处一片 郁郁葱葱 木属性气息浓稠异常的树莲包裹其中 如此诡异的情形 顿时让韩力心中感到不妙起来 这样下去 我等恐怕都无法生离此地了 林九道友 这里属你修为最高 可有什么办法 林时钦心中忐忑之极地说道 这金仙虽只是化身之躯 但手段诡异无比 即便是我 如今也仅能勉强支撑 想要脱身 却是难如登天 事到如今 或许反其道而行 或有一些升级 林九先是摇了摇头 接着如此说道 反其道而行 林时钦文言 眼睛已亮 韩力文言 脸上神色没有什么变化 但心中同样一动 正如林九所言 三人如今身处着蕴含法则之力的青涩领域 本就实力受限 面对这无穷剑的攻击 脱身更为不已 即便他将真言宝轻和青竹风云剑尽数几处 虽能抵挡意识 但也没有把握能安然逃出 而且这两件宝物牵涉太广 不到生命攸关 它是绝不想动用的 林九身为真仙境后期的修士 虽然实至现在和自己一样处处守志 但神色镇定 显然还是有什么压箱敌手段的 就在思量间 林九一张口 一连喷出三件颜色各异之物 迎风暴涨地画为了三面 灵光闪烁了大翻 看着极为古朴 翻面上刺绣着八个古怪符文 四画飞画 四字飞字 三面大翻 外形一模一样 看起来是成套的法宝 只是三面古翻颜色却各不相同 一面金色 一面银色 另一面却是黑色 韩丽看着翻面上那八个古怪符文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这八个符文 和他从山下那圈猿猴手中得到的 石顶上铭刻的符文十分相似 难道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那件石炉他这些年也多次研究过 一直都没有头绪 没想到今日在这里找到了线索 韩丽面上不懂声色 脑海中念头飞快转动 此宝名为三元大击凡 许得三人同时催动 威力不俗 友善防守 但对于仙灵力消耗甚至 我一人根本无法催动 我所谓的反其道而行 便是我等先不要去向逃脱之事 三人全力催动瓷宝防守 林九缓缓说道 此宝既然如此消耗仙灵力 我等三人终有历劫之事 如此下去岂不成了困兽之道 林十七语气有些失望 据在下所知 此类俘虏所化的化身 一般都有一定限制 不可能长久存在 林九倒有质疑 应是尽量拖延时间 拖到这化身 支撑不住吧 韩力如此说道 九十五道友所言不差 在下正是辞意 林九点了点头道 不过 我看到有这套三元大积番 和寻常法宝有些不同 尤其这上面的八个符文 颇为奇怪 不知有何玄妙 我等如今身处险境 不容有识 还望道友接祸一耳 韩力不动声色地说道 此包确实有些特殊 在下也是偶德 不过经过百余年摸索 导演摸索出一些激烈之法 时间不多 你们尽快熟悉一下吧 林九问言不禁不慢地说道 说完 他猛的一催剑绝 将剑阵范围扩大了几分 当下的近乎半数的青色树枝攻击 另指手一扬 两块预见分别设向 韩力和林时期 韩力伸手结果预见 嘖嘖称其之余 心中却暗自猜测 这林九应该知道一些 关于那八个神秘符吻之事 只是看其这个样子 自然不愿意说了 思量见 他神识已没入手中预见之中 预见中 记载了一门祭奈宝物的口诀 看起来有些特别 和他知道的任何祭奈之法 都大不相同 韩力一边快速参悟 一边回想这些年 研究那个石炉的收获 二者之间隐隐相互印证 心中不由暗息起来 若是他猜得不错 这门祭奈法局 对那个石炉应该也有用 没过多久 漫天落下的青色树枝 突然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 然而众人周围的白玉科举书 却已长到了两三百丈之举 枝丫脚促几乎遮蔽了上方的天空 没时间了 你们赶紧梳洗下此番 林九眉头微皱 当即将银黑两面大番 交给韩丽和林石炉 随后其默然抬手 一连竖刀法局打出 一扇及时地没入身前的金色大番之中 使其表面浮现出点点金光 韩丽深吸了口气后 手中立刻掐起奇特法局 没入身前的银色大番中 银番顿时缓缓飞起 点点银色光芒浮现而出 仿佛夜空中的星辰闪烁 璀璨又神秘 发出叮叮铃铃的清脆之音 林石炉同样闭上眼睛 手中开始掐角 黑色大番表面点点黑芒浮现 胶直凝成一层 有黑光芒缓缓缓悬浮而起 就在此时 众人头顶上方拨动一起 金仙化身浮现而出 其身体已经恢复到了常人大小 没想到几个低尖小型 手段倒是不少 不过也该结束了 金仙化身说着 单手一扬 一团青色灵光浮现而出 里面无数绿色符纹闪烁 一扇及时地没入下方 一棵参天大树中 这株大树立刻不受 泥土限制般的拔地而起 铜体上过耀眼绿光 赫然飞快变化 张出了粗大四肢和丑陋的脑袋 只是一个呼吸之间 这树巨树就化为一头数百丈高的树人 树人方一成形 二话不说地抬起一只硕大的绿营营巨拳 朝着林九施展的金色剑阵所在 狠狠的呼吓 一声巨响 虚空青色空间也为之一颤 金色剑阵剧烈晃动一下 不过立刻便恢复了瓶颈 随着一道道青色灵光从金仙化身手中飞出 眨眼间便有半数大数化为了树人 但化身身上的青光也随之出现一丝暗淡 所有树人纷纷挥动巨大拳头 无数青光蒙蒙的巨大拳影 扑天盖地地 从寒历三人所在狂击而去 轰轰轰 黑色水云 金黄沙漠及金色剑阵 在承受了数轮疾风 咒语般的攻击后 原本紧密的防御 逐渐开始变得散乱起来 光芒也暗淡了很多 却并没有就此破碎 金仙化身 见此脸色一沉 似有些不耐起来 他一张口 一股青霞从嘴中喷出 一个反卷下 一下将下方剩余的所有大树笼罩其中 这些巨树顿时浮现出翠绿光芒 拔地而起 却没有立刻变成树人 而是彼此融合到了一起 翠绿光芒闪烁之间 化为了一头 足有两三千丈高的巨型树人 其全身上下 绿光流动 连绵不绝 但近其一条手臂抬起 虚空一波 砰的一声 周围的其余树人 纷纷爆裂而开 化为一团团青色光团的 倒卷而回 化为一兵 与巨型树人 身体差不多长的 青色木刀 刀身铭刻了一道道绿色符纹 山朔着 森冷的光芒 第二百五十二章 金仙的威胁 巨型树人方一成形 双足一驱 庞大身躯纵雨而起 手中木刀上的绿色符纹 尽数光芒大放 木刀上冒出冲天清光 一下照亮了 大半个青色空间 下一刻 刀光轰然斩响 仿佛一道青色天河坠地 威势惊天动地 巨大刀光 尚未真的沾落 一股令人恐惧的力量 已经先一步轰然而响 使得黑色水云金黄沙姆及金色剑阵 同时剧烈颤抖 发出咔咔的断裂之声 轰隆 巨大木刀狠狠斩落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黑黄金青四色光芒交织扭动 黑色水云金黄沙姆及金色剑阵 终于不堪重负地猛然爆裂开来 一股股杂色飓风夹杂着一道道剑气 云气和沙里 弩涛般朝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附近的青色虚空猛烈波动 泛起道道肉眼可见的涟漪 结果巨大木刀这一战过后 却并未继续窃下 而是被反弹而起 巨大树人灯灯后退了树部 这才站稳了身体 爆裂引得浩荡脸去 现出了寒历三人身影 在三人身前 金银黑三色璀璨的翻影腾起 仿佛三道星光天合 浩瀚的灵力波动 从三面翻影中散发开来 翻影所过之处 周围空间内光芒闪烁 空间也为之波动 周围四散飞射的飓风轰鸣 被三道翻影轻轻一荡 轻易尽数扫灭干净 三人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双手食指仍不断掐动 搭出一道道奇异法绝 没入身前的大翻之中 天旋 水洞 地摇 林九口中 滴鹤一声 轰 三道翻影彼此连接在一起 融为一体 形成一个巨大鸡蛋形状的三色光芒 若细看之想 可以看到处于最外层的金光旋转缭绕 黑光刺之 荧光嘴目 无数翻影在光幕周围若隐若现 散发出冲天光芒和锐笑之音 并且朝着周围席卷而去 颇有在这清光空间内自成一介的意思 高空中 金鲜化身脸色一沉 手中一掐绝 巨型庶人周身清光一盛 猛地跨出两步 手中木刀清光绽放下 再次狠狠地劈在了三色光幕上 整个光幕猛烈一阵 被劈中的地方往内凹陷了一块 但光幕上三色光芒流转下 凹陷处飞速恢复 将巨大树人的木刀再次顶了起来 巨大树人手臂狂舞 一刀切着一刀疯狂劈下 嗡哄哄 三色光幕不断颤动 被劈出一处处凹险 但很快便恢复了过来 竟丝毫没有被击破的迹象 嘿嘿 零九道有这套三元大击番 当真非必寻常 我看那化身气息已不似先前了 看来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零十七单手握着一块仙缘石 源源不断地吸取着其中的仙灵里洗刀 不可大意 此人手段应该绝不止于此 抓紧时间恢复 零九同样握着一块仙缘石 眼中虽伤过一丝傲然之意 但口中却谨慎异常地说道 韩力一言不发地 汲取着手中仙缘石的仙灵里 心中却不禁苦笑一声 为了催动此阵 三人一刻不停地 汲取仙缘石的仙灵里 还各自扶下的恢复丹药 仍有些赶不上体内仙灵里的流失 这三元大击番 对于仙灵里的消耗 也着实恐怖了一些 哼 就算有一保护身又如何 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 金仙化身冷笑一声 手中发觉一变 朝下方的巨型树人 摇摇点了那么一下 巨型树人顿时手中动作一停 接着身子往下一沉 双足又过半没入下方泥土中 身上浮现出耀眼清光 竟重新化为了一棵擒天巨树 绿光闪烁之间 巨树上的所有枝丫上的绿叶纷纷长大 接着长出了一朵朵巨大的红色花雷 下一刻 所有红色花雷同时绽放而开 化为一朵朵鲜艳无比的巨花 一鼓鼓淡红色的颗粒从巨花中飞射而出 像是花粉 纷纷困散之下 连成一片红露朝着三色光幕笼罩而下 速度快得惊人 结果当其触及三色光幕却直接从中静止穿透而入 坚韧无比的光幕仿佛形同虚摄一般 什么 三人见死脸色巨是一惊 韩丽心中一沉 放出神神一扫 下一刻 他只觉脑海一沉 突然涌起一丝熏熏欲醉之感 体内仙灵力运转也迟滞了起来 但是下一刻 其脑海庞大的神石一跳 立刻清醒的过来 立刻大喝 小心 是神石攻击 同时 他丹田处的猿鹰双手一掐发掘 顿时一股清凉之力从中一涌而出 瞬间流过经脉各处 迟滞的仙灵力立刻恢复了原样 水转 地汉 天阵 林九文言 口中连忙大喝 韩丽二人文言 当即顾不得已迁入光幕内的红骨 手中法掘一遍 三色光幕表面 本处于第二层的黑光一阵狂产过后 漠然浮现于表面 而银光也随之处于第二层 原本浮于表面的金光则反而处于第三层了 光幕这一番变化过后 散发出的光芒顿时为之一变 变得柔和无比 表面掀起阵阵波浪来 那些原本将三色光幕视若无物的红骨 这一次却被完全挡在了外面 然而那些已没入光幕中的红骨 此刻却早已迷茫开来 将三人笼罩几下 一咕咕迷醉昏迷之感 开始不断侵入三人脑海 韩丽眼睛微眯 缓缓运转炼神术的同时 随手借出了一件白玉小钟 在头顶盘旋起来 一咕咕清凉之意 在她脑海中回荡 立刻将红物的影响抵消大半 虽然还有些影响 却也已经不大 林九经韩里提醒 自然早已有了准备 在手中发觉变化的同时 另只手猛地一拍天灵盖 一件银白小锁飞卷出 散发出一圈圈的晶银光芒 将其身形笼罩起下 她眼神顿时变得清明几分 林十七则祭出了一件土黄色长铃 在周身盘旋飞绕 使得那些红物无法接近 三人各有手段应对红物攻击 不过催动三感宝藩 本就对仙灵力消耗不小 而催动其中的变化 对仙灵力的消耗更为惊人 在这青色领域空间中 又无法自行吸纳天地间的缘起 如此一来 即便三人一刻不停地通过 仙缘石来补充 但此刻仍是面色 苍白如指起来 这样下去可坚持不了多久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金仙化身 同样震惊一场 他本以为凭借一具化身 和对于法则之力的操控 可以轻易将眼前这三个 坏其好事的小辈解决掉 如今却誓于愿违 让其恼火无比 本座今日就是拼着大碎元气 也要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金仙化身 双目轻光大放 口中默然传出 晦瑟难明的咒语来 双手接出一个古怪的法觉 刹那间 下方的晴天巨树上 长出的那些红色花朵 纷纷轻颤响 接着扑扑之声响起 所有花朵赫然被一团团 青色火焰包裹 眼光熊熊 顷刻间弥漫覆盖着 整棵巨树 散发着强烈至极的 发泽波动 而随着巨树青眼燃烧 金仙化身身形 也变得有些透明起来 紧接着 整棵巨熊燃烧的 晴天巨树一阵聚颤过后 竟直接轰然倒下 以泰山压顶之势 朝寒厉三人所在 砸响 尚未真的落下 一股无法言语的 无形围压 就先一步凭空 一压而下 让寒厉三人 只觉呼吸一致 想要气阵躲闪 以示不及 不好 林九张口喷出一口精血 融入金色大帆中 金色大帆光芒打放 无数金光浮现而出 化为一面金色光强 寒厉和林十七 也立刻张口喷出一口精血 体内残留的仙灵力 尽数注入三元大积帆 银黑两面大帆 也光芒大放 幻化出银黑两面光强 紧接着寒厉曲着一挥 重水真伦浮现而出 底溜溜急速旋转 挡在了身前 林九和林十七 也几乎同一时间 寄出了一件件法宝 幻化出一道道光芒 彼此交织 层层叠叠地将三人 笼罩在了里面 轰隆 不等三人做出更多 青雁风滚的晴天巨树 以轰然而至 发出一声 惊天动地的巨响 耀眼无比的金光 骤然爆发 淹没了韩丽三人的身形 青色光芒一仗一搜 随即一声惊天巨响 绿光爆裂开来 附近虚空一阵嗡鸣 竟现出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痕迹 扭曲颤动 仿佛要撕裂开一般 一股狂梦无比的青色飓风浮现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 席卷而去 三道人影从清光中倒射而出 正是韩丽三人 此刻 他们的身上衣衫尽数破碎 面色苍白如纸 身上更是布满伤痕 看起来极为狼狈 神情间却充满 劫后余生的喜色 青光飞快消散 而原本处于高空的金鲜化身身形 却随之浮现而出 不过身体已经几乎透明 接近溃散的样子 哼 今日算你们走运 记住了 本座北韩仙宫古籍 不要以为 多过今日便能逃掉 待本座出关 定会将儿章三人擒住 仇魂炼破 错顾扬灰 给我好好记住 金鲜化身缓缓消失 神情却争鸣无比 冷笑连连 光芒一闪 金鲜化身消失我踪 化为先前的金色俘虏 赤拉一声 福禄无或自然 几个呼吸化为了灰结 古节 眼前这一关总算是过了 不过 惹上了北韩仙宫的金仙长老 后面麻烦可不小啊 灵九目光闪烁 口中缓缓说道 哎 一句化身便已如此极少 要是真真降临 我等恐怕 凶多极少了 灵十七 有些后怕的叹了口气道 仇既然已经结下 思客多说无影 我们还是快些收拾一下 离开这里吧 韩力沉默了一下 说道 灵九二人文言点了点头 第二百五十三章 惹麻烦 韩力翻手取出一枚丹药符响 面色渐渐恢复 重水真伦悬浮在他身旁 表面光芒有些暗淡 显然是在刚刚的冲击中损伤不清 回去后 免不得要好好记恋一番了 另一遍 灵九也收回了那三杆大积攀 经过刚刚那五节化身 最后一季的猛烈碰撞 虽不至于折损 但同样灵性有失 让其心中痛惜不已 最惨的自然要数灵十七了 先前不仅受伤不清 缘起大伤 相当于本命法宝的那方大印 更是在金仙化身的法则之力尽论下 灵性近乎丧失大半 但此番能够保住性命 并收回此宝 也算独幸中之大幸 三人在原地略修整 便反身朝谷内飞去 经过方才的一番急展 如今的山谷已是面目全非 周围大半山峰直接被移为平底 地面被打出无数大大小小的深坑 有的地方甚至直接洞穿到了地底深处 隐线沿江翻涌 这片山脉虽然地处偏僻 但他们方才引起的动静着实惊人 自然免不了引起附近势力修饰的主意 事实也的确如此 之后长达数十年时间 这片蛮荒雪山着实吸引了不少人 来自寻闯极远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差点忘了 我先去将外面那两些崖镇宝物取来 林九飞至谷口 目光一扫之下 说道 那在下就去取出那些居雷木 谷内就拜托林十七道友了 韩丽如此说道 林十七对子自然没有二话 三人都心知此地不宜久留 当即默契异常地各自行动起来 神识互相监督下 倒也不怕有针头肩耍滑 轻盈一闪 韩丽身形出现在山谷外某处 挥手搭出一道清光陌入底面 哄 地面炸裂开来 打出了一个大洞 洞内是一根一人多高 大腿粗细的金色木料 通体呈现出金色 断口处浮现出一圈圈雷电形状的年轮花本 表面光滑 更是浮现出一道道金色雷电纹路 散发出强烈的雷电气息 虽说是木料 焊起来却更像是金属矿石 正是居雷幕 韩丽挥手将金色木料收入手中 气息打亮了几眼 居雷幕 他在点击中看到过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雷属性灵材 质地极为坚硬 更有吸收雷电之力的特性 是炼制雷属性灵宝的上等材料 此灵木培养起来非常麻烦 所以极少在市面上出现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得到了一匹 韩丽如此想着 飞身来到另一处地方 打出一道清光 将地面炸开 再次挖出一根居雷幕 片刻之后 他将山谷周围的居雷幕尽数挖出 共计81根 当韩丽带着这些陵木飞入古中时 09与09与10期 也已站在了山谷内的一处空地上 前者身前全服着两件宝物 一个是一口金色古剑 造型古朴 和寻常飞剑截然不同 属于大剑范畴 宽大剑身上雕刻了九枚金色星辰图案 另一剑却是一块金色古镜 四方形状边缘漏空 镜面朦胧胧胧看不清楚 镜子背后雕刻了一头 蒙火图案 显然这两件宝物就是那两个镇压镇眼的灵宝 两件宝物一看便是非同小可 散发出阵阵如有灵性的金属性波动 显然都是极品金属性灵宝 即便比不上仙旗 也相差不远 临时期这里 除了那个金色丹炉外 手里还拿着一个楚镯 正是那白发老者之物 虽然看似收获颇风 但二人不知为何皆是沉默不语 两位道友可是发现了什么 韩丽纵身落在二人身旁 开口问道 你自己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吧 临时期拍了拍那金色丹炉 不嫌不淡地说道 韩丽闻言 当即放出神识 朝着丹炉内探去 丹炉此刻虽然早已停止连丹 但内部仍然充斥着一股炙热灵力 缓缓流动着 形成一个坚固法针 神识探入的颇为困难 他眉头紧皱 加大了神识之力 瞬间突破了法针的影响 没入其中 一个拇指大小的紫色丹药 悬浮在丹炉中 小半丹药已经变走了焦黑状 显然炼制失败了 不过这个丹药 韩丽手腕轻挥 挥手打出数道法绝 墨入丹炉各处 轻贺一声 手掌拍在丹炉顶盖 掌心清光一闪而逝 咔的一声清响从炉内传出 他挥手一招 丹炉盖子打开 那颗紫色丹药飞射而出 灵九剑子 眉梢不经意的轻轻一跳 似乎对于韩丽能够举重弱青般 破开丹炉上的禁止阵法 取出丹药 感到有些诧异 韩丽看着紫色丹药 脸色凝重下来 丹药之上 有一道紫色闪电状的灵纹 不过却是残缺的 多处断绝 尤其那变成焦黑的地方 更是将灵纹截断大半 虽然很微弱 紫色闪电灵纹中散发出点点 法则波动 果然是在炼制盗弹 韩丽喃喃说道 没错 正是盗弹 我刚才仔细看了看 那个白发老者面容 终于想起来 此人名叫平瑶子 是北韩先公一位 赫赫有名的顶尖地单师 只是平素为人低调 少有人知道他的样貌 据说 此人一直在尝试冲击天单师 不知有没有成功 若是其已经成功了的话 林九说道 声音满是苦涩 韩丽闻言 面色有些难看起来 一个天单师 对任何势力来说 意味着什么 自是不言而喻 即便是竹龙道这样 几乎雄霸一片大陆 且在北韩先语排名靠前的大宗 都没有天单师的存在 便足可见其珍贵的 若是这平瑶子 真如林九所推测那般 已成为了天单师 其在北韩先公中的地位 恐怕将难以想象 即便其仍是一名顶尖地单师 也同样非同小可 如今三人却为了无常盟的一个高额悬赏任务 出手将其斩杀了 难怪那个骨节如此愤怒发誓要杀三人了 一念即死 他顿时如芒在背 这下可真是招惹大麻烦了 如今再说什么已经迟了 我等能够县万载苦修 杜劫真线 谁手上眉线无辜亡魂 世俗有云 你将功成万古苦 我等追寻大道 本就逆天而为 又何止万古可输 事已至此 我是不会足以代弊的 林九尝出一口气后 话锋一转的如此说道 林九道友说的没错 天道无情 有寡者早成一杯黄土 这北韩仙玉如此广袤 我们回去后好好做些准备 亮那骨节纵有金仙修为 也未必真能奈何得了我们 事不宜迟 我们先将这些东西分了 然后早些离开吧 林十七点了点头 深以为然的说道 也好 韩丽轻呼一口气 自然没有意见 林十七文言 将手中处啄一斗 哗啦一声 底面上多出一堆东西 大多数是各种灵草材料 每一样看起来都灵气充盈 光滑流彩 立刻将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韩丽目光一闪 直接落在了其中一种灵草上 此草碧绿如玉 外形有些弯曲呈现出龙形 叶片细小 紧贴在灵草主镜上 犹如一枚枚鳞片 此草赫然正是囚龙草 先前他在仙耀阁查看的那个春灵丹 主材料 想不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 地上的囚龙草数量还不少 足有十几株 年份也看起来都在五万年之上 至于其他灵草材料 韩丽只能认得小半 都不在囚龙草之下 均是极品灵草 光是这些灵草材料 便是一大笔财富了 除了这些材料 还有六七件法宝 两个白色玉瓶 一个紫色玉盒 还有一小堆先元石 五六十枚的样子 那几件法宝都是灵宝级别 品质看起来都不错 不过和那两件压阵的灵宝相比 就差得远了 至于白色玉瓶中下了尽致 神使竟然无法入侵 不知道装的什么 至于那个紫色玉盒 上面贴了一张银色符绿 无数蝌蚪状的银色符纹 在上面游动 散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 玉盒还铭刻了数层灵纹 和银色符绿连通在一起 整个玉盒被一层荧光笼罩 神使根本无法探入 林石器将楚卓交给了旁边的林九 试一切检查一下 林九此刻表情有些古怪 正正看着那几件法宝 却并没有去接楚卓 直至林石器出言提醒了一声 这才回过神来了一般 哦 刚刚有些走神了 想不到这瓶妖子身上 竟带着这么多东西 林九说着接过了楚卓 韩力见死 心中却是一动 虽然只是一瞬 不过他从林九眼中看到一丝异样神色 他目光有意无意地朝那几件法宝看去 却发现都是些寻常法宝 并不起眼的样子 不过在那些宝旁 却有一块黑色令牌 看起来有些古怪 上面铭刻着一个十字图案 散发悠悠黑光 诶 这似乎是十方楼的令牌 莫非这瓶妖子和十方楼有什么关系 就在此时 林石器似乎也发现了黑色令牌 出言道 此言已出 韩力心中微微一动 他是不是十方楼之人 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林九说着 将检查完毕的储物拙交给了韩力 韩力之事象征性的神识一扫 确认其中早已空无一物后 便点了点头 再次将目光落在了地上的战利片上 第254章 蒸卢 关于这些东西如何分配 二位道友可有什么想法 林石器甜了甜有些发干的嘴唇 说道 还是先看看这些玉瓶和那个玉盒中装的是什么吧 林九说道 单手一抓的将一个白色玉瓶射入手中 打开了瓶盖 韩力也拿起了另一个玉瓶 打开盖子 两股一般无二的清香 从两个瓶内弥漫而开 三人只是鼻翼动 便觉得浑身舒坦 精神分针为之一振 二人手中玉瓶中 分别装有十余美黄澄澄的丹药 拇指大小 表面隐隐散发出晶莹的光芒 韩力虽然认不出此丹药的名字 不过凭借她的炼丹经验 这黄色丹药应该是精进修为类的丹药 而且药效绝对远在统元丹之上 这是对真仙境修是明面仙巧 大有用处的华尘丹 林十七与其微喜的说道 恐怕是那平妖子准备自己服用的吧 林九点点头道 她说着将手中白色玉瓶放回原处 又将紫色玉盒拿起 仔细看了看贴在盒子上的那张银色俘虏后 挥手打出了数道法绝 结果玉盒上突然浮现出一层银色下光 一下将法绝弹开 嗯 这 林九口中一声轻移 略沉引后伸出一只手掌贴在的玉盒上 口中念念有词 接着掌心金光打放起来 韩丹与林十七互望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好奇 按常理而言 这玉盒保存的越是严密 里面的东西便越是不寻常 林九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显然是打算动用略为强硬的法子 来尝试破开玉盒上的禁止了 随着低沉咒语声从其口中传出 玉盒上泛起一阵耀眼荧光 和贴在玉盒上的手掌散发的金光交织在一起 发出一连传琵琶瑰瑞笑 竟将所有金光尽数挡了下来 林九眉头一皱 手掌金光猛的一亮 其中隐约浮现出点点金色符纹 然而诡异的是 玉盒散发出的荧光也随之一胜 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 仍然没有被破开的驱使 林九脸色微沉 额头一引现痘打汗珠 顺着脸颊滚落 但他手掌却没有离开玉盒 散发的金光开始一点一点的 越来越耀眼起来 但是玉盒上的荧光也随之翻滚不定 渐渐释放出刺目光芒 韩丽眼中闪过一丝差影之色 显然也没料到这小小玉盒上的静止竟如此玄妙 就连林九这名真仙境后期修士都有些束手无策的样子 片刻之后 林九手上金光已耀眼多么到难以直视的程度 而荧光也似乎终于到了极限 开始被金光所覆盖 变得有些暗淡 林九先是一息 不过下一刻他脸色糊的一变 立刻将手掌拿开 玉盒上的荧光闪动了几下 眨眼间恢复了起初的模样 林九道友 何故停下 林十七不解的问道 毕竟从方才的情形来看 明明快要破开那荧光禁止了 哼 设下此禁止之人倒是功于心急 竟在最深处掩藏着一层自毁禁止 若非我早有防备及时停下 否则此愈何连同奇美之物 此刻早就烟消雨散了 林九摇了摇头 请有此事 林十七闻言面色一沉 平瑶子已经被杀 开启之法到哪里去找 尤其是滋事奢计先公更为棘手了 韩丽眉头也皱了起来 以我经验来看 也并非完全无几可视 需要细细揣摩 做好周全准备 祸能一世 我是无能为力的 二位道友若是愿意 可以试试 林九摇了摇头 将愈合跌了过来 林十七眼中泛起感兴趣的神色 率先伸手接过愈合 手中泛起黄芒 包裹住了紫色愈合 愈合上立刻泛起银色霞光 抵挡住了黄芒 二者交织在了一起 他眼中露出一丝凝肿 手上黄芒减亮 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道法爵飞射而出 朝着河内涌去 紫色愈合散发出的荧光 立刻明亮起来 抵挡着这些法爵的入侵 遗嘱相过后 林十七额头已引现一层汗珠 两手车轮般掐举 凝出一道道黄色光丝 包裹住愈合 那些黄色光丝细看之下 赫然是由无数黄色符纹构成 在这些黄色光丝的包裹之下 愈合上的荧光 被一纷纷压制了下去 林九见死 眼睛已亮 韩丽也忍不住踏前了一步 就在此刻 玉盒上的银色符纹一闪 骤然光芒打放 一下将周围的黄色光丝震开 黄色光丝一颤 寸寸碎裂开来 哼 什么鬼进去 简直故弄玄虚 林十七脸色一沉 哼了一声 但并未继续强行尝试地收回了手掌 林九见死 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 将目光看向韩丽 说道 九十五道友 不如你也试试看 或许能成功也说不定 嘿嘿 道友可要小心了 弄坏了 可要算入分配额度的 林十七文言 嘿嘿干笑一声 将玉盒冲汉里地了过去 在下姑且一试吧 不过二位道友都无法成功 在下多半也不成的 汉里不以为意地伸手接过玉盒 挥手打出一股金光 包裹住了玉盒 他两手忽快忽慢地掐绝 青光丝丝缕缕地笼罩住玉盒 玉盒上腾起一股荧光 挡住了青光 青光银蒙交织 闪烁不定 然而不过五六个呼吸的功夫 玉盒上的荧光骤然大放 将周围包裹的青光尽数撕裂 哎 看来在下也同样无能为力 汉里摇了摇头 将玉盒放回了地上 哎 既然这玉盒禁止无法破解 也不便强求 如今时间不多 咱们还是商量一下 其余包裹的分配吧 林九叹了口气 如此说道 此次行动 我等以林九道友马首实战 如何分配这些东西 不知道友有何高减 汉里说道 林十七同样将目光看向林九 嗯 灵草材料丹药 还有鲜原石等物数量很多 很容易处理 平分了即可 比较麻烦的还是这金色丹炉 及其中的废道丹 这几间法宝 还有这个玉盒了 林九沉眼着说道 这并不难办 我们正好三人 一人取丹炉 一个得法宝 剩下那人拿这个玉盒 加那颗废弃道丹吧 如何 林十七当即说道 道友建议道也不错 只是谁取丹炉 谁取法宝 林九悠然问道 嘿嘿 二位道友 在下对于炼丹之道 一直颇感兴趣 这个丹炉便归在下 如何 林十七拱手说道 哼 那可真是巧了 在下也同样热衷于炼丹里吐的 林九目光一闪 大有深意的消道 林十七文言 面色一尘 韩丽不动声色的站在一旁 心中念头转动 这三样选择 本就不存在什么可比性 金色丹炉 品阶最高 眼人是一件后天掀器 价值自然最大 所谓对炼丹感兴趣 不过是借口而已 堂堂一个竹龙岛 地丹师才多少真 哪可能这里一下子冒出两名地丹师 他如今正打算借丹岛来打通修为瓶颈 自然也是对此宝大为动心的 至于那些法宝品节不低 若是换成先缘时 也是价值不菲 相比较而言 倒是那不知其中有何物的玉盒 价值最低了 他心中如此盘算着 表面上却只是冷眼旁观 并没有出眼争抢单路之意 因为就在他神识扫过单路之时 竟发现其中似乎隐藏着什么 这种感觉与当年从方盘手中得到的那柄 不知名黑色长刀颇为相似 结合先前那位仙公金仙古节 对那平鸟子的维护 难保在这单路中被其动了什么手脚 若因为贪图此宝 从而增加被一名金仙追踪到的可能 他是万万不会冒似风险的 故而强行将心中的贪念按捺了下去 不过话说回来 以零时期金仙境中期的修为和神识 或许没有发现 但这零九身为真仙境后期 且心思缜密 莫非也没有发现丝毫端倪不成 在下困居平静多年 急需此单炉炼制单药 若两位能够将此宝让于在下 在下可以在其他东西的分配上少取三分之一 临时期看了韩丽一眼 强笑一声道 既然 韩丽清了清嗓子 似乎正要说些什么 实不相瞒 在下为寻觅和室丹炉 已耗费了不下千年 此番好不容易看到一称心单炉 还请二位道友割爱 至于其他资源分配 在下可以少取三分之二 未等韩丽说话 林九抢先说道 韩丽眼睛一亮 似乎被说动了 且慢 这样吧 我只要这个丹炉 其他的灵草材料一概不要 都让给二位 如何 林十七目光在丹炉上一扫 猛咬牙的说道 呵呵 没想到林十七道友 对此丹炉如此执着喜爱 话说到这份上了 在下若是再争夺此丹炉 就有些不紧人情了 只是不知交十五道友 意下如何 林九略已沉饮后 轻笑道 目光则转向了韩丽 哼 既然两位都已有了决断 成人之美是在下仪馆的风格 自不会夺人所爱 如此便恭喜林十七道友了 哼 说起来 此前阁下昏迷之时 若是有此丹炉在身前 恐怕也能早些醒过来了吧 韩丽 微微笑 冲林十七拱手道 承让 承让 林十七听出了韩丽言语中的嘲讽之意 心中虽恼怒 但一想到先前韩丽施展的不俗手段 这股恼怒便去了一大半 加上 如今心中一颗大石落地 当即二话不说的 挥手发出一股黄芒 将丹炉烧了起来 看着满地的珍贵材料 他大为心疼 狠狠转头不看 走到了一旁 剩下的法宝和玉盒 不知教十五道友 想要哪一个 林九看向韩丽 开口问道 第255章 避风套 在下子凡接连损失了两柄成套的飞剑领宝 如今正缺少趁手法宝 便要了这几件法宝吧 韩丽伸手指了指几件法宝 如此说道 呵呵 教十五道友修炼的 不是水属性法则吗 这几件法宝 大都是金属性的 和道友并不相匹配 在下修炼的 恰好是金属性工法 与这几件法宝 倒是颇为契合 说起来 那玉盒禁止如此诡异 其中定然有极为珍贵之宝 就让给九十五道友了吗 林九目光一闪 呵呵一笑地说道 这玉盒里之物 或许如道友所述十分珍贵 但和尚禁止着实诡异 稍有不慎窒息自毁 可就暴天天悟了 在下窃以为 林九道友才是最有希望 开启祠和之人 在下还是要几件 实用学的法宝吧 韩丽文言却是大摇齐头地说道 九十五道友 此言差矣 此番若非道友 我三人还未必入得此谷 由此可见 道友禁止造一只神 若道友无法打开此物 我就更加没有希望了 道友相必 也不会抢人所难吧 林九文言 目光盯着韩丽 似有深意地缓缓说道 道友过奖了 在下有几分脊梁 心知肚明 方才赤过后 自问开启祠愈合的可能 还不足一成 其实以林九道友的身份修为 必定交友广泛 其中定有身通禁止之道的高人吧 韩丽摇了摇头 仍不为所动地说道 交十五道友 其实你无非是想要补充几件灵宝 以添补值钱的损失吧 这样吧 除了这个愈合和废丹 其余的材料 你六我四 这样阁下总不吃亏了吧 如何 林九看着韩丽 沉默了片刻 似乎下了什么决心地看一口道 这 好吧 不过那些材料中的球龙草 和那些居雷姆 对在下颇为有用 不知能否割爱让给我 道友可从材料中挑选等值之物 作为底肠 韩丽脸上先是有几分为难之色 但沉沿了一下后 如此说道 没问题 如此 那就多谢道友了 林九文言 先是冲韩丽拱了拱手 随后挥手发出一股金光 将九星大剑和金色古镜 及其余法宝收了起来 其实 其他法宝 他根本就不怎么在意 主要还是作为镇压镇眼的九星金剑和金色古镜 这两件极为精纯的金属性灵宝和他修炼的功法极为相匹 他得到后只需祭练千年 立刻便能得到两件不逊与仙气的重宝 故而使他志在必得之物 韩丽眼神微闪 淡淡笑了笑 挥手一扶 一片青霞闪过 那个紫色玉盒和废弃道丹顿时消失不间 两人随即看下那堆灵草材料 间原石 很快被分成了大小不一的两分 两人按照约定取了各自的一份 至此 三人瓜分完了所有宝物 各取所需之下 除了韩丽脸上略带着几分苦涩外 倒也算是皆大欢喜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还是快些离开吧 林九屈指一弹 一团火焰飞射而出 将平咬死的尸体化为灰烬 说道 韩丽眼见此景 眉头微皱 心中叹息的一声 没有说什么 三人很快离开山谷 化为三道顿光飞射而去 数月后 燕临到传颂大殿中 三个修士走了出来 来到广场附近的一处僻景之地 一个彪形大汉 一个青山文士 还有一个白夫少年 正是韩丽三人 此番任务横生变故 不过多亏二位道友 总算是犹惊无险 这是先前说好的报酬 二位轻点一下 林九取出两个储袋 递给韩丽二人 韩丽神石一早过后 点了点头 将袋子收了起来 没什么问题 在下还有事 那就先告辞了 林十七将储袋收起后 拱了拱手 身形化为一道黄芒 转眼消失在天际 林九道友 现在回想起来 这任务将力和表面上的难以成度 并不相比 阁下作为此次任务的牵头之人 在接下任务前 不会一点也没有察觉吧 韩丽对林九说道 九十五道友 想说什么 林九眉头一条 恐怕此次任务的奖励 远不止于此吧 道友保重 告辞 韩丽似有深意的说道 随后身形化为一道青红 朝远处飞去 哼 若飞有足够奖励 我又请会以身犯险 不过 还真是没想到 此人一个资质如此低劣的散修 手段倒是不少 先前倒是有些看走眼呢 林九望着韩丽远去的顿光 喃喃自语一声后 身上金光一闪 也从原地消失五宗 韩丽身体被青光笼罩 往前飞顿而去 他双手拿着两物 却是那个紫色玉盒和那枚废弃道丹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道丹随飞 但若拿回去好好揣摩一番 未必不能发现些什么 而玉盒上的禁止看似玄妙 但先前的探查中 他却并非毫无头绪 甚至已经想到了破解之法 否则他岂会答应 拿着玉盒 当然 这些在林九二人面前 自然不好透露的 否则非但会惹来麻烦 还会直接导致自己分配得到的战利品 数量变少 话说回来 他对于这玉盒中所藏之物 可是好奇之极 被那激进天丹师身份的平瑶子 如此郑重收藏之物 定然非同小可 一念即此 他胸口不禁一枕一样的火热 恨不得马上插翅回到洞府 赶紧将之破解开后 一探究竟 数月后 中岭山脉 赤霞峰府邸正堂之内 韩丽坐宇太师一上 手捧一只碧绿色茶盏 以悲改轻轻撇了撇茶叶 撤了一口 孟云归等人此刻正从左右游廊中 朝堂内快步走来 进了厅堂 待众人向韩丽施过礼后 孟云归上前一步的开口道 立长老 孙不正目前正在闭关的紧要关头 除他之外 其他人都已到齐 韩丽扫了一眼堂下的九人 他们和最初来这里的时候相比 修为都已经大幅度提升 其中境界最高的自然是孟云归和正在闭关的孙不正二人 而提升速度最快的却是孟云归此女 此时他正翘立于孟云归身旁 瞪着水连连的大眼睛望向韩丽 谋中满是宠敬之色 我马上要离开宗门一段时间 今日宣你们来此 是有些事要交代你们 韩丽开口说道 请长老吩咐 孟云归眼中似有些诧异 但立即抱拳说道 待我离开后 赤霞峰暂时封山 一切外客皆不皆待 在此期间 你们如无必要 也不要离风外出 就都留在洞府安心修炼 只需照看好灵药园中的灵草即可 至于修炼所需资源 我自会教育云归 好了 现在都先下指盲吧 韩丽一番吩咐后 一摆手说道 是 众人恭敬地应了一声 转身朝厅堂之外走去 孟云归音要等韩丽下发丹药 自然没有离去 孟浅浅则是略以犹豫后 也跟着众人往外面走去 浅浅 你也留一下 韩丽忽然开口 叫住了他 孟浅浅文言 心中一喜地站住了身形 转身走了回来 安静站在哥哥身旁 韩丽手腕一转 掌心之中多出了一个蓝色楚带 抛给了孟云归 开口说道 我这次外出时间较长 短时间是不会回来了 这些丹药应该足够用了 你没过一段时间分发一次便可 另外 里面有些雇员丹 等孙不正破镜出关之后 就给他用来文顾静解 是 孟云归连忙接住楚带 颠头说道 好了 你也先下去吧 韩丽吩咐道 孟云归文言 神色微移地看了妹妹一眼 还是告退一声 出了厅堂 前几日我去看了下 那丹你照顾得很好 如今虽仍未孵化 但丹中生机旺盛异常 连我都差点吓了一跳 韩丽笑着说道 是浅浅没有做好 才至今没能使其孵化 孟浅浅有些不好意思的低头说道 孵化之时 本来就是要看机缘 现在时机还不到 这你不必太过在意 只需要继续照看好就行 韩丽如此说道 丽长老放心 浅浅一定会用心照顾 孟浅浅用力点了点头说道 韩丽笑了笑 挥手取出一只白玉小瓶 递给他说道 这瓶火炎丹是之前外出得到的 你如今也已经可以服用了 对提升你修炼速度 会有很大注意 多谢丽长老 孟浅浅连忙双手接过 满脸笑意的说道 好了 你也去忙吧 韩丽挥了挥手 对他说道 孟浅浅文言却迟疑在原地 有些犹豫 有些犹豫的样子 怎么 还有什么事 但说无妨 韩丽剑子问道 丽长老 您之前外出回来没多久 现在紧接着又要外出 还有封山 我有些担心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孟浅浅有些犹豫的说道 沙丫头 我堂堂一个针线 能出什么事 韩丽文言笑道 哦 原来如此 那就好 浅浅告退了 孟浅浅文言 似乎松了口气的 转身离去的 韩丽目送孟浅浅身影消失 脸上笑容已收 面色 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他嘴上说得轻松 但事实上 却有些心许不明 此时 距离他返回宗门 还不到三日 但距离他离开 明寒大陆 却已有大半年的 当日 那骨节化身 能一语道破 他们是无常猛之人 在最后关头 要透露自己 是北韩先公长老的身份 这不得不让他心生警惕 韩丽隐隐隐觉得 这个当口还留在宗门之内 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所以才去接了一个任务 打算暂时远离宗门 避避风头 一念即死 他站起身来 静止出了洞府 往赤霞峰的山脚下 飞掠而去 第256章 闲史 很快 韩丽的身影就出现在了 地下活脉所在的溶洞之中 此处空气之中 依旧弥漫着一股灼热的细息 地下的岩浆湖中 赤红的江也翻涌不止 不断有气泡冒出炸裂 发出一阵阵闷雷般的声响 他先前布下的大阵 依旧静静地悬浮在湖泊之上 只是所有阵气之上光芒暗淡 似乎已经有些时没有运转了 而大阵中央的火红残茧 也已经不见了踪影 韩丽见状 立即以心神联系起惊严火鸟来 片刻之后 只听一声清脆笑鸣 从湖泊之中响起 湖内岩浆突然鼓起一个大包 一道银色影子从中骤然窜出 朝着韩丽急掠而来 其速度极快 竟是带着一股炽热无比的气息 瞬息而止 韩丽被其啪的一声撞了个满怀 只觉得胸口处一阵火辣辣的痛 还不等他伸手过去 那道银色影子便略以变化 化作一个高约不足两尺的银艳小人 身形灵动的偏人而起 围着韩丽飞快地转了一圈 韩丽定睛一看 心中便是一气 这银艳小人正是自己的惊炎火鸟所化 看起来五官清秀 倒像是一个五六岁的孩童 如今 其飞弹身上气息 早已经超越了先前在灵界时的颠峰状态 就连由火焰凝聚出的双目 都变得灵性十足 显然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若是继续在此修炼 恐怕还能有不少精进的样子 银艳小人围着韩丽一阵蹦得红 突然身形化为一团火光的一跃而起 落在了韩丽的手掌之上 再次化为了小人模样 韩丽单手轻抚着银艳小人的脑袋 后者也像是十分享受的样子 眯着眼扬起头颅 不断蹭着他的手心 这片火迈之地虽与你有莫大好处 但我此次去离开一段时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所以不能继续将你留在这里了 韩丽难难说道 也不知道是说给自己听 还是解释给青年火鸟听 后者竟似乎听懂了他的意思 身形默然静止飞驴而起 化为了一只银艳小鸟 口中发出一声欢快的鸣叫 在空中一个回旋后 其便俯冲而下 一扇及时地没入了韩丽体内 竟是一副你去哪里 我就跟着去哪里的架势 韩丽健壮 面上露出一抹笑意 将先前布置在这里的法阵 全部收起 将所有痕迹尽数摸去之后 才转身离去 出了溶洞之后 他并未回洞府 而是转道去了葫芦坊 先前从平妖子留下的处 灼中那里分得了囚龙草之后 他便打算要尝试炼制春林丹了 这次既然要离开这里 那自然是要将春林丹的丹方买下来 直到深夜时分 他才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洞府 将灵药园中所有成熟堪用的灵药 全部收起 带上了之前侯王献给他的古怪石炉 而后便匆匆离开了赤霞峰 离开了竹龙道 半年后 古云大陆北部 一座万丈高峰上空 一道清光从高空中直坠而响 轰的一声 砸住了山巅之上 直震地半座山峰塌险 激起滚滚烟尘 只见漫天飞尘之中 一名面容严肃 神情冷漠的中年男子 站立在崩塌的山巅之上 其身上穿着一件 样式古朴的青色骨甲 甲身之上 秀有金色纹路 表面滑光不显 却给了一种 尖如磐石般的 浩重稳固之感 看其模样 赫然 正是古节 而在其左脚轻靴之下 还躺着一名身着竹笼道外门长老服饰的肥胖男子 正嘴角躺血满面哀容的苦苦哀求着 前辈饶命 饶命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以后要找的是什么人 古节面上 上过一丝不耐烦的神色 手指一抬 朝着肥胖男子的眉心戳去 只见其双指之上光芒一闪 一缕青色丝线 静止涉入肥胖男子头颅之中 肥胖男子口中闷哼一声 便失去了意识 片刻之后 古节烧回手指 口中冷哼了一声 朝着肥胖男子头颅一掌拍响 对方的头颅便如同熟透的西瓜般 怦然炸裂 红白之路飞溅 在其头颅之内 一个灵性全无的金色圆婴小人 被身上缠满的金色丝线死死束缚 身上金光逐渐暗淡 直到完全失去灵彩 化为了肥灰 古节站在原地一动未动 脸上一阵阴晴不定 似在思量着什么 半晌后 他手掌一挥 身前光芒一闪 七八张水蓝色的兽手面具 就浮现在了虚空中 而后 其右伸手在身前一捞 一张青色的马连面具 就从肥胖男子身下飞了出来 与其他几张面具 并排悬浮在了一起 不枉本座 在此盘还这许久 终于挖到点有用的东西 果然是在烛龙到 古节看着身前的面具 淡淡说道 说吧 其手掌在虚空中狠狠一抓 悬浮在他身前的面具 便纷纷爆裂开来 化为了击粉 而后 男子身上清光一闪 身影也随即一个模糊 消失在了原地 数月后 中明山脉东部 一座阴密山谷之中 山谷谷口处 一道宽与石掌的巨大沟壳 从鸡血之中延伸向内 一直通入了山谷尽头 沟壳所过之处 冰雪消融 裸露出来的黑色岩石上 竟然还生长着许多 湿漉漉的青苔和低矮杂草 而在山谷最深处的岩笔之上 正有一道销售人影 本一层层青色藤蔓固着 紧贴在岩石上 一道暗红色的血线 从其头颅到驱赶 一直纵望而下 若非有藤蔓束缚 怕是早就要一分为二 跌落两边 其面容十分普通 却生有一双 如同老鼠般的小眼睛 令人见之难忘 此刻在其身前 正悬浮着一个身披轻甲的中年男子 正是骨结 他手上还握着一个浑身闪烁着金光的猿鹰小人 正疯狂地挣扎着 但根本无济于事 说吧 当日与你一起杀死平瑶子之人 他们是谁 现在何处 孤结淡淡问道 即便你 你身为仙公金仙长老 但也无权 无权散闯烛龙道 本宗道主 绝不会放过你 元鹰小人声音断断续续 潺杂着一丝惊恐 但仍是吸气着借用宗门之识 能够逼退对方 哼 本座知你元鹰中有尽致 无法情形探查 不过 相信你应该听说过 众鹰之术吧 我这里就有上好的油水恶徒 若是将你的元鹰中进去 可是着实让人期待呀 孤结冷笑一声 说道 金色小人一听此言 顿时打了个机灵 脸上露出惊恐万分的神色 这众鹰之术 本是一种元鹰受损失的修复之法 可通过先天领土来酝养元鹰 可若将先天领土换作先天恶土 那便不是养护元鹰 而是一种极为恶毒的折磨了 元鹰一旦种入恶土之中 便会时时受到恶土侵袭 不断感受神魂撕裂般的痛苦 并逐渐专化为恶土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会持续千万年 并且根本无法逆转 更会丧失轮回转世的可能 哼哼 看来 你是不见棺材 补掉泪了 古节见元鹰半天不开口 冷笑着说道 说吧 他手腕一转 掌心中便夺出一只三足香炉来 炉内并无任何香火 只有满满一炉 如同油脂般的黑色泥土 上面传出阵阵 腐朽尸体才有的腐败恶臭 表面还正冒着一个个有黑发亮的气泡 一件此物 金色元鹰顿时惊恐万分 心中仅存的一点侥幸也不复存在 值得教导 我 我 我说 那人 他其实并不知道林九良人的真实身份 不过 在青甲男子绝对的实力和恐怖威逼之下 他也值得将自己了解的消息和猜测 以无因实地告诉了对方 对方听吧 脸上浮现一抹凝小 但接着 手掌猛的一钻 再狠狠一碾 就将那原因 碾成了粉碎 其抬手一招 戴在销售人影手臂上的褚镯就立刻脱离 飞落到了他的手上 他略以炼化之后 抬手在虚空中一抹 身前立即有光芒一闪 一只金色丹炉和一张青色的鼠手面具 就浮现了出来 顾洁 抬手抚摸了一下金色丹炉 丹炉表面立即有一道隐秘符纹浮现而出 释放出阵阵青色光芒 从中传出一阵隐秘波动 还算有点能耐 居然将我留下的印记掩去了大半 怪不得我只能找到古云大陆 就无法确定具体所在了 男子眉头微微一跳 说道 说完 他将单炉面具等我通通收起 身形一转朝着竹笼道中部飞射而驱 大半月后 临近竹笼道中部的一片辽阔血缘之上 一道青色身影欲空而行 如一位青渊般在高空中飞速旅过 在其身后虚空中 正有一朵巨大的白色雪莲花 凌空飞旋着朝着这边积略而来 速度有胜积分的样子 只见雪莲花中正写藏着一位 衣衫雪白的女子 身段玲珑 多一分显得风雨 少一分显得消瘦 其脸上附着一张赤红色的狐狸面具 虽然遮盖住了她的容颜 却给人留出了更多想象空间 也平添了几分神秘气息 面具的眉心位置 以一种古怪字符写着一个小小的三字 随着清光与雪莲之间距离拉近 突然在相距上有数百档时 却突然同时停了下来 白衣女子修长婀娜的身躯 侧卧在雪莲花中 一手撑在右侧鬓发下方 一手拧动着一只五叶白花 眼波如水的望向古节 我不愿与你交手 可不是怕了你 别自找死路 一身轻甲的古节面色微沉 望向那雪莲中的白鱼子 冷冷说道 呵呵 妾身并非猛虎 又不会吃的盗友 道友自然不会怕了妾身 不过道友身为北韩仙宫长老 却无端闯入竹笼道中大开杀戒 莫非是以为竹笼道怕了仙宫吗 白女子娇笑道 哼 你如今戴着无常蒙面具 却张抠闭口竹笼道 不觉有些多管闲事了吗 古节闻言冷笑道 唉 其实近段时确实有些闲得胸口发慌 这不 道友就恰好出现了吗 白女子轻叹了一声 悠悠说道 其声音悦耳动听 如春风拂面 又如雨落幽坦叮咚作响 听在古节耳中 只觉脑海一沉 神魂 不觉有些 苏马之感 第二百五十七章 还人情 党敢蛊惑为尊 找死 古节开口大喝 声如哄中 瞬间将女子的笑声震散 只见其手腕一抖 其身前虚空中波动一起 凭空浮现一口青色飞剑 急速掠向白衣女子 也不见白女子如何动作 其身下的雪莲花顿时光芒打坐 一片晶莹如玉般的花瓣 朝摇而起 挡在了她的身前 争得一声锐笑 青色飞剑剑剑 刺入雪莲花瓣寸 便再也无法前进 只能在半空中悠悠缠鸣起来 古节剑撞 双手一掐剑绝 口中默默吟诵其口诀来 只见青色飞剑之上浮纹大亮 刺入雪莲的剑尖顶端 突然亮起一点 米粒大小的青色光芒来 从中传出一阵阵浓郁的 木属性气息来 伴随着这一点青光的亮起 整片雪莲花瓣 都开始从通透的白羽之色 转为了轻盈的翡翠之色 只听扑的一声轻响 那点米粒般的蒙蒙青光呼的一扇 骤人间大放光明 从中猛人射出一道晶莲如玉般的碧绿思线 鲜细如发 看起来柔弱不已 速度却是惊人无比 瞬间便洞穿了雪莲花瓣 射入了花苞之内 斜躺在雪莲花中的女子健壮 目光微微凝 一挥手中那只五叶白花 朝那道碧绿思线打了过去 扑扑 又是连着两声轻响 那根碧绿思线静止穿透了两层花板 才停了下来 光芒一暗随即消散了开来 而白衣女子手中那只白花 也有两片花板颜色转黑 直接枯萎脱落了下来 真是不懂怜香西域 女子有些哀怨地轻浮了一下那只白花 而后站起身来 屈指朝插入雪莲花瓣中的青色飞剑剑间 屈指轻轻一弹 青色飞剑立即如遭累积 发出一声哀鸣般的颤声 剧烈震颤着从花瓣之上飞离而出 盘旋飞回了古节手中 古节刚握住飞剑剑柄 就忽然觉得掌心一阵齐痒 低头望去就见飞剑剑柄之上 布满了粉红色的金粉 不等他松开剑柄 就见那金粉之上光芒一闪 竟有一只只色彩斑斓的艳丽蝴蝶 从中翩然飞出密密麻麻 很快就将他整个人包裹了起来 古节眉头一蹴 身上甲皱浮纹闪动 晴光大作 一根根纤细的青色藤满 顿时从甲皱之上延伸而出 密集无比地涌向四面八方 瞬间就将那些蝴蝶淹没了进去 绞杀殆尽 可就在这时 他却惊讶地发现 眼前的白色雪帘和那白衣女子 竟然都消失不见了 就连气息波动也都全部消失得一干二净 他身形扭转朝四周望去 就骇人地发现周围空荡荡的 竟然什么都没有 就连身下的血缘都消失不见了 哼 持续幻情 若想困我 古节口中低吟倒 说吧 其说目紧闭 嘴唇开始默默开合其爱 伴随着一阵低吟之声响起 其手掌之中亮起一抹青芒 身上甲皱和手上长剑上的符纹 同时大量从中释放出盈律光芒来 片刻之后 他双眼默然睁开 双手持肩朝着前方纵批而下 口中同时发出一声爆合 起 只见其身后虚空中清光暴涨 七到千丈余高的金色剑影 如同山峰青岛一般 带着一股强横无匹的气势 朝着前方悍然砸了下去 哼哼哼 虚空之中 轰鸣之声不断 七到剑影连续落下 因得整个空间都剧烈震荡起来 然而 随着这股剧烈震荡逐渐平息下来 周围依旧空无一物 没有半点变化 古节眼中神色终于发生了变化 他这时候才发觉 自己似乎正处在一个绝对虚无的空间之中 古道友 我想我们已经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必要了 现在可否坐下来谈谈 就在这时 周围虚空中 却忽然响起了白衣女子 有些空鸣的声音 你想谈什么 古节问道 事情经过 我已有所了解 此乃盟中 一次任务而已 他们只是执行者 并未做错什么 白衣女子缓缓说道 叫我 妄杀我先公一名 极有可能成为天丹寺的真仙境修士 你竟说没有做错 那我寻仇上门 岂不是道无错 古节勃然大怒道 的确 古道友你所做也并无错 只是他们杀你们一人 而你杀了无常盟 或者说是竹龙道 可不止一人了吧 白衣女子反问道 这些人的命 怎么能与平瑶子相提并论 古节痴笑道 那是你的立场 在我的立场来看 你已经做得足够过火了 是时候该收手了 白衣女子摇了摇头 语气平静地说道 哼 领外两人不死 此事就休想罢休 古节冷哼一声 决然道 我这是给北韩先公面子才会和你说这些话 阁下若继续不知好歹 我虽未必能真的留下你 但拼着闭关千年 足可封你十二窍 令你实力大损 话说回来 阁下也不要以为先公真会为一名金仙 不惜同时和竹龙道以及无常盟闹翻 若真是如此 你也就不会是孤身一人来此了吧 白衣女子脸色终于一沉 古节闻言 脸色已将沉没了下来 先前你所杀的人 不管是无常盟 还是竹龙道 都不会再去追究 此事就此了结 你若知轻重 便速速离开古云大陆 伴随着白衣女子的声音逐渐变小 古节头顶上方忽然天光顿开 数片巨大花瓣朝着四周绽放开来 将它从中释放了出来 而后 那朵巨大的白色雪莲花光芒一闪 怦然消失不见 古节旋力半空 脸上一阵阴晴变化过后 终于身形模糊 化作一道清光朝着北方极齿而去 半日之后 竹龙道某座不知名山峰 山府之中有一宽敞的圆形起台 四周助力着八根黑色石柱 上面架着火盘 里面不知染着什么油脂 亮着赤红色的光芒 将周围空间照亮 火光映照之下 一个头戴青色路手面具 身穿黑色斗篷的高大男子 正搓着双手 来回在祭台之上走动 步伐凌乱 显得十分焦虑 正是林九 先前竹龙道取语 无常猛之人接连被杀一事 他已经知晓 通过猛里零碎的消息 也判断出是北韩新宫的那名金仙长老杀上门来了 他本想着借故远离宗门 躲到个无人知晓的秘境 等修成金仙之后再回来 可林打算逃离之际 却收到一名无常猛高层成员传递来的消息 让他千万莫要离开中影山脉 再此处暂避等候消息 这一等便是近一年光景 却是半点消息都没有 不禁让他有些担忧起来 就在这时 祭台中心处忽然有一道白光亮起 一朵白色雪莲花从中凭空绽放 当中白光闪动 献出一名白衣女子来 原 林三前辈 林九见状 口中忙叫一声迎了上去 古节一事已无大碍了 只是近千年内 你都不要再踏足名寒大陆了 白衣女子淡然说道 多谢林三前辈解围 林九连忙长衣到底 恭敬说道 我之前欠你的人情 这次就算是偿还了 日后再有此类事情 我也绝不会再出手了 你好自为之 白衣女子与其淡落 开一口说道 言笔 其身影化作一道白光 焕散开来 随即消失不见 林九值得苦笑一声 对着虚空失了毅力 而后 其取下戴在脸上的路手面具 身形骤然收缩 变作了一个身着华丽金袍的矮胖男子 却正是雄山 古云大陆之外 东流海域之内 有一片没有冻结的深蓝海域 海域之内有一片环形岛礁 岛礁下方是一条 深达万丈的漆黑海沟 在这条海沟深处 却有一座高达石杖的灰白色石碑 其上布满了海水侵蚀出的深浅不一的坑瓦 上面还覆盖着一层滑溺的黑色海藻 使之看起来与一块海中礁石全无不同 然而 事实上 这块灰白石碑 却是竹笼到辖下一处洞天秘境的入口 秘境之内 一座高悬虚空中的碧绿山峰上的白石广场上 韩丽双手扶蓝 举目远眺 其目之所及处 一座座植被茂密 脆色欲染的千丈孤峰 全都无依无靠地悬浮在虚空之中 每一座山峰下峰都无山根处地 只有一条条茂密无比的青色藤蔓 如青丝垂下 落入下方灰蒙蒙的雾气之中 此处秘境名为福山 境内有数千座孤峰 上面天地缘起充沛 生长着各式各样的极品灵药 其中就包括炼制多种地单所需的山福神 福龙山等药 而在这些福山下方 则是一道深不见地浓雾弥漫的大鹤 其中隐藏着许多壮若人形 肤色灰白的古怪生物 其本名是什么 国往今来并无典籍记载 竹龙道中人便观其形 为之取名白鬼 通常情况下 这些白鬼从不会离开大鹤 来到福山上 但每隔数年大鹤内的浓重雾气 便会毫无预兆地升腾溢处 朝着上方的福山之中蔓延而来 这时候 大量的白鬼便会从大鹤深处涌出 冲入被雾气掩盖的福山之中 踩尸山上的各种灵妖 一旦遇到修士阻拦 便会爆发冲突 展开厮杀 这些白鬼的战力并不如何强悍 但却数量众多 且一个个都汗不为死 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冲突中 双方都没能占到什么便宜 后来 为了一刀永逸地阻挡白鬼 竹龙道内以为擅长法阵的道主 在福山下方布下的一道强力峻止 能够阻挡农物上升 从而才彻底杜绝了白鬼的侵袭 可惜好景不长 人们很快就发现 没有了农物蔓延 密境福山上的灵妖产量 一年比一年少 而诸如山伏神的灵妖更是直接绝集 一诸都无法见到 这时候 竹龙道修士才明白过来 这处密境之中 有着一套自己独特的共生体系 牵动一发便会影响全身 之后 那名道主便将禁止法阵撤去 不再阻挡农物升腾 并且留下禁令 只要白鬼不侵袭农物遮蔽之外的福山 便不再与之交战 不过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密境之中 除了大量炼虚气弟子 以及傀儡仆仪之外 必须常年助手至少一位 真仙境长老 现如今 韩丽便是住守在这里的这一人 真仙境长老 第258章 启合 韩丽站在广场边缘 看着密境中奇特的风景 目光有些飘忽 心思显然不在此处 他到达此处已经一跃有余 早已将除大河之内的环境 统统探查过了一遍 想要进出此处 就只有通过那唯一的入口 所以他只要在入口之外 布下一道禁止 并留下一缕神念 就能在古街追杀至密境内之前 就提前感知到 当然 也因为只有一个出入口 他想要逃离此处的话 也会比较麻烦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韩丽在来此处之前 就已经提前去了一趟古云大陆南端 在临近雷炮海洋的一处 隐秘海峡边 开辟了一个洞穴 在洞穴之内 他用九根居雷幕布下了一个 可以超远距离传送的稳定雷阵 并在那里做了神魂标记 之后 只要他身处古云大陆附近 在使用雷阵传送之时 以神魂与那处雷阵上的神魂标记联系 就能瞬间传送到那里 若是古云真的追杀至此 他也能以最快速度传送到那里 而后再顿逃进入雷暴海洋 这样便有很大的几率能够逃过古云的追踪 不过这一雷阵因为长期处在开启状态 每时每刻都会消耗居雷幕中的雷电之力 最多只能支撑不足百年时间 就会因雷电之力耗尽而彻底失去功用 既来之则安之 还是先处理一下手头之事吧 韩丽口中喃喃自语着 双手在白玉栏杆上拍了拍 转身朝广场另一边的洞府中走去 回到府内密室之中 韩丽盘膝坐了下来 手掌一翻 掌心之中便多出来了两页鲜薄的黄色纸叶 仔细打亮了起来 这两张纸页上记载的不是他物 正是统元丹与春林丹的丹方 韩丽当前想要尽快提升实力 增进修为 就必须炼制出大量的地阶丹药 用以辅助修炼 现如今就统元丹来说 他已经颇有些炼制心得 成功率比之前高出了许多 而春林丹 他虽然还没炼制过 但有真言宝伦辅助 相信难度也不是很大 目前 炼制这两种丹药的灵药 他也并不缺乏 不过为了长远打算 他刚到此处之后 还是将大部分灵药种子 都种植在了洞府的私有灵药原汁中 他心里清楚 虽然自己手中已经有了两张地阶丹方 但长期服用同一种丹药 时间久了 必定会产生耐药性 届时 丹药功效下降 不但会浪费灵药 同时也会拖满修炼速度 所以 他还需要更多不同种类的丹方 来炼制更多的地丹 很早之前 他就曾经在无常盟中发布过换取地阶丹方的任务 不过由于丹方实在太过珍贵 一般地丹师也大多不愿意用来交易 所以一直也都没能如愿 一念及此 韩丽手掌一番 掌心中就多出来了一只紫色玉盒 正是德子平咬死之物 此物既被一名接近天丹师造语之人 如此真而重置的封印 里面所藏之物 有可能便是被炼丹师们真弱性命的丹方了 他目光扫过紫盒上的密集纹路 手腕一抖 身前便多出来了十数枚寸许大小的黑色小旗 旗身乌黑 材质弱铁 上面镌刻着许多夙杂莫名的暗纹 韩丽将这些铁骑拾起 按照圆环形状 一一插入身前的石板底面 而后抬起一纸 轻轻一点就嵌入底面 在这些铁骑之间来回刻画起来 不一会儿 一个颇为复杂的小型法阵就出现在了底面上 韩丽将紫色愈合置于法阵中央 而后双指一并掐出一个法掘 口中默默吟诵起来 伴随着阵阵吟诵之声响起 黑色铁骑上的暗纹和地面上刻画的阵纹随即亮了起来 含丽口中一声低河 整个法阵顿时爆发出一阵刺目光芒 将整个紫色愈合淹没了进去 只听吃的一声轻响 那张紧贴在愈合上的银色浮露上光芒一亮 竟是直接燃烧了起来 紫色愈合被火焰这么一灼烧 表面镇刻的纹炉也纷纷亮了起来 将整个河深映照的晶影剃头 如同一块精美至极的紫水晶一般 未等韩丽欣赏完这美丽景象 那愈合就突然剧烈震产起来 表面之上的纹炉越来越亮 竟仿佛要救死军裂开来一样 怎么会这样 韩丽心头一紧 双目之中蓝色光芒亮起 明清灵目立即发动 只见紫色愈合之内 内嵌的一道道肉眼南边的隐秘符纹 正亮着划光 眼看就要发动自会之力 将整个愈合和内藏之物彻底崩碎 这愈合的封禁之术竟然有明暗两层 若是只将表面的银色俘虏消除 其内的隐秘符纹便会发动 一样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韩丽寇中默念真言宝伦金口诀 周身金光大作 一道持续大小的金色圆轮 默然浮现在其身后 缓缓转动起来 随着他的心念转动 真言宝伦飞快旋转 无数金色波纹散发开来 朝着周围蔓延而去 瞬间就将周围十丈范围的区域覆盖了进去 密室之内 除了韩丽自己 一切都忽然慢了下来 紫色玉盒之内的浮纹光芒 之前因为速度太快 看起来像是长时间持续亮着 而此时慢了下来 韩丽才发觉 其镜是在一明一暗的闪烁着 只见其双指并拢 动指如飞 双手如幻一般在地面上来回移动 迅速将一只只黑色铁骑夹起 转身之间就重新布下了一座销行法阵 起 韩丽口中发出一声低河 发阵之上顿时光芒打坐 一缕缕黑光如同一只只小剑 从黑色铁骑上射入紫色玉盒 玉盒之内 隐匿的符文光芒一脸不再闪烁 进而无声消散 而燃烧在玉盒之外的火焰 也逐渐变小起来 待福禄火焰彻底熄灭 紫色玉盒上的纹禄也逐渐暗淡消失 河身之上传来啪的一声轻响 竟是自己打了开来 韩丽将真言宝伦收入体内 伸手一抓 紫色玉盒便当空飞掠而起 落在了她的掌心 在整个密室之外 她早已布置了一层高等禁绝法阵 倒也不担心玉盒之内 还有什么未知的手段 会暴露她如今的未知所在 她凝神望去 就看到整个玉盒里空荡荡的 只在河底处静静地躺着一叠 坚薄的淡金之夜 韩丽剑死 先是放出神识一扫 发现其上并无任何神念应急 才抬手将之拈起 捧在手中仔细查看起来 只见嘴上面一张纸页上 以古传字体书写着 成晚丹三个大字 其下方嘴脚上些许的字体 写着一位为灵药名称 粘线用量 以及炼制方法 韩丽面上露出欣喜之色 果然如她所料 这玉盒中放着的正是丹方 曹操看过第一张纸页后 她将纸页向后搬去 又接连看了十余章 就惊喜地发现 这些丹方竟然大部分都是地界丹方 包括最上面那张成晚丹在内 情然足足有七张之多 不过一想到平鸟死 已具有炼制出盗丹的能力 她也就释然了 有了这七种地界丹方 加上之前的统元丹和春林丹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她都不必再费心寻觅丹方了 根据丹方中对丹药的性质 外观描述 韩丽基本确认 之前从平鸟死那里得来的那瓶 黄澄澄的丹药 当时成晚丹无疑了 这些丹药就品质来说 似乎每一个都比春林丹 还要上乘一些 当然其所用的灵药 也自然都不是繁品 且不说种类罕见 主才的年份 也都需要五六万年以上 所幸的是 韩丽所处的这处福山秘境 本就是一处天然的灵药保护 很多灵药都可以从这里找到 以她的身份 只采集一些不足百年的灵药回来 宗门自然不会过问 之后 她再通过小瓶灵液 来催俗出足年份的主灵财 其余灵财尽可能地通过先原石购买 也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韩丽按捺住心中的喜悦 将玉盒拿起 想要将这些单方重新收起 这时 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玉盒底部 似乎有些异样 她手掌一番 取出一柄薄弱柳叶的匕首 将之贴着玉盒边缘插了下去 轻轻往上一翘 只听咔的一声轻响 一面光滑如镜的紫色玉盘 便从玉盒底部被翘了起来 韩丽捏起那张比纸张耗不了多少的玉盘 放在眼前 仔细搭量起来 透过密室内的火光映照 能够看到那看似光滑的玉盘之上 分布着一道道纤� 无比的密集纹路 彼此之间相互连接 勾画出一幅十分繁复的花团状图案 韩丽双目一臂 将神识凝聚在一起 朝着玉盘之上探了过去 她的神识之力方已触碰到玉盘 板面之上的花团状图案 就立即荡漾起一层金色光芒 从中飞出一枚枚金色符纹 静止将她的神识弹了回来 这一番常识之后 竟然仅是如此 她轻叹了口气 值得暂时放弃 她并非不能动用强大神识 强行将之破除 只是心里奄奄觉得 这块玉盘似乎大有隐情 不愿意去冒毁坏玉盘的风险罢了 无奈之下 她只好将玉盘和丹方全部放回玉盒 重新将之收了起来 而后 她手掌再次在身前一抚 一道光芒闪过之后 一个一人多高的灰白色石炉 就凭空浮现而出 冬的一声落在了地上 第259章 忙碌 这灰白石炉正是此前那猴王储得来之物 此时 石炉内的猴儿酒早就已经被盛除 但由于成年浸染的缘故 炉子仍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酒香味 寒厉深吸了口气后 双手飞快掐绝 接连打出数个奇特法掘 只见一道道清光 从其掌心之中接连飞出 落入了灰白石炉之上 炉身表面铭刻的八个粗大符纹 立即荧光一闪 亮起阵阵光芒 果然如此 寒厉见状 心中大喜 之前从灵酒手中得来的那门 祭炼宝物的口诀 果然对着石炉有用 他双目之中光芒一闪 手上发觉不断挥除 口中也响起一阵密集的吟诵之声 灰白石炉上的浮纹光芒越来越盛 炉身之上传来阵阵咔咔的轻微响动 表面浮现出了一道道 如同叶脉般的纹路 从中透出一片刺目荧光 只见荧光之中 一块块灰白的石皮脱落坠地 原本的石炉体型 尽快速缩小起来 不一会儿就已经缩小到了原来的一半打 待所有荧光彻底散去 原本的石炉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个表面镌刻着繁复花纹的银纸丹炉 提上原本的八个粗大符纹 如今依旧存在 只是变得更加精美细致了 如此品质的丹炉 向来对丹药炼制多有弊意吧 寒厉定了定神 观此炉质地和气息 发现竟然丝毫捕书 平咬死的那尊金色丹炉 不禁自语道 说吧 其心念一动 身边便有一道荧光闪过 一个身高不足两尺的银艳小人 从中浮现而出 一个亮枪的跳落在地上 旋即被面前的丹炉吸引住了一般 驻足观望几眼 又回头朝寒厉看了一眼 旋即转身 围着炉子绕圈起来 寒厉微微一笑 以心念联系招呼一声 那银艳小人会议 当即纵身一跃地 跳入了丹炉炉盖之上 圆滚滚的脸颊忽然一股 从中喷出一团与它身形极不相符的巨大火焰 只见那团银色火焰在半空中划过一个半壶 静止飞到丹炉下方 哼的一下燃烧了起来 随着银艳剧烈翻滚 一股炙热的气浪便开始在整间密室中涌动起来 片刻之后 银色丹炉之上 倒倒凌文亮起 逐渐转为赤红之色 整个丹炉也悠悠悬浮而起 在半空中微微晃荡起来 坐在炉盖上的银艳小人 似乎大感有趣 挪动屁股坐在了炉盖边缘 将两条纤细小腿垂在半空中 随着丹炉的晃动抖动起来 寒厉简壮 单手一招 浮灵草等十一种灵药 便从褚镯中悠然飞出 悬浮在了半空中 只见其双手一合 在半空中搓动一下 那十一种灵药便扑的一下化为了药粉 紧接着 寒厉双指一并 冲着丹炉向上一台 尹炎小人屁股下的炉盖 便突然跟着一台飞了起来 那些悬浮在空中的药粉 在一股无形力量的牵引下飞入了丹炉之中 而打开的炉盖也随即咔的一下盖了回去 紧接着 就见银色丹炉之上的八个符纹接连亮起 一个个释放出彩色滑光 丹炉下方的银色火焰 也突然像是受到了一股无形力量的约束 火焰扭转起来 竟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火焰龙卷 将整个丹炉包裹了起来 坐在丹炉上的银炎小人见状 身形骤然一个模糊 化为了一只银色火鸟 猛地冲入了丹炉下方 与火焰龙卷融为了一体 轰的一声轻响 火焰龙卷猛然一抖 其中传出的吃热之力竟然瞬间暴涨了数倍 寒厉见此 眼眸顿时已亮 按照眼前的景象来看 炼成这炉丹药的时间只怕要比之前要缩短不少 只是不知道承担的几率如何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在寒厉不时恰到好处的动用针炎宝轮之下 丹炉之上彩光流矣 而整个密室之中却闻不到半点药香 约莫过了七八个时辰之后 丹炉之上的青彩光芒突然一脸尽数消退开来 炉身重新变回银白之色 只有部分区域余热未散 仍旧有些赤红 银色火焰腾的一卷收缩在一起 重新化为一个银焰小人 从丹炉下方飞了出来 落在了寒厉的肩膀上 只听当的一声响 银色丹炉重新落地 寒厉眉头微醋着走上前去 手上光芒亮起轻轻一挥 银色丹炉的颅盖打了开来 一股浓郁至极的药香 立即从中溢散出来 充满了争客密室 寒厉俯身朝炉内望去 就见十六颗圆滚滚的 淡金色丹丸正静静躺在里面 上面热力伪散 还萦绕着屡屡淡淡的白色武器 真没想到 此炉竟然有如此功效 非但大大缩短了 丹药炼制的时间 竟然还能有如此之高的 承担几率简直有些肥所思啊 寒厉不禁赞叹道 他按捺住心中的喜悦 将这一炉丹药收入玉瓶之中 手掌一挥又取出一批药材来 他要趁热打铁 再多炼制出一些丹药来 数月后 密室之内银色火光一脸 一道银色火鸟从炼丹炉下飞舞而出 画作一个银烟小人落在地面之上 蹦跳着来到寒厉脚边 拽着他的一脚 三两下就爬上了肩头 寒厉脸上略带疲惫之色 侧过头冲其笑了笑 来到银色丹炉旁 其手掌一挥丹炉盖朝着一边飞起划开 一股浓郁药香顿时从中溢出 寒厉手掌一抓 将其中的丹药捞去而出 放在眼前打量起来 丹药皆如龙岩果核一般大小 通体碧绿 颇有通透质感 因余温未散 显得灵体阴韵十分不凡 还不错 这一炉炉成了十一枚 承丹驴已经提高了很多 他翻手将丹药收入白玉瓶中 沉眼说道 片刻之后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盘膝坐了下来 手掌一翻 取出那张牛头面具 戴在了脸上 伴随着一阵清光亮起 墙壁之上也浮现出一张巨大阵盘来 寒厉目光一凝 顺着阵盘左侧的任务一栏 仔细向下扫去 扮上之后 他才收回视线 重新将面具取了下来 看来 该来的还是来了 寒厉叹了一口气 面上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就在方才 他发现之前临时亲印在无常盟中发布的许多任务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显然不是正常的任务揭去 而是他本人或者说是他的无常盟面具出了问题 他心神一动 与留在秘境入口处和雷暴海洋崖壁的神魂印记联系起来 发现其都完好无语 才稍稍放下心来 在这般日日警醒之下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十余年 其间他半数时间花在了炼制丹药上 同时也通过张天平凝练了不少精力 这一日 韩丽洞付前的广场之上 数十名身着竹笼道弟子服侍的青年男女 先后从各个方向飞顿而来 落在了府邸大门之前 韩丽站在大门石阶之上 目光扫不众人 口中叫出几个名字 胡诊 罗唐 心随 历长老 七八名青年男女从人群中跃众而出 走到街前 冲韩丽拱手施礼道 这几人无一例外 皆是炼须巅峰修为 是目前驻守此处的弟子中 实力最为出众的一匹子 我近日要封闭山峰 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秘境中的一切事物 攒交由你们几人协同处理 如无紧要之时 就不许向我禀报了 韩丽面无表情地吩咐道 遵命 这几人齐声应道 这里有一道密符留于你们 若有你们无法应对的状况时 只需注入灵力将之释放 密符便会自动飞入洞符之内 告知于我 韩丽说道 是 众人有开口应道 请历长老放心 我等一定不负长老托付 其中一个看起来年纪稍长的黑肤青年 走上前来 双手将密符接过 说道 好了 都下去吧 韩丽满意地点了点头 嘱咐道 众人再失忆了以后 才纷纷亮起顿光 飞离而去 小半日后 韩丽锁在山峰之上 山体震动 一道道青色光柱冲天而起 在高空中相互交融 化为了一片巨大的青色光幕 将整座山峰笼罩了进去 山峰之上 一座新开笔处的巨大山洞之内 靠近左侧的石笔处修建了一座全新的火堂 火堂旁边的石桌之上 则摆着七八种形状各异的灵彩 其中最为显眼的是十数块人头大小的暗金色金属和一块拳头大小的白色石块 前者表面镶着许多如同花瓣状的密集纹路 后者则通体银白 隐隐有一股檀香透出 这两者正是胡文青金和狼喜云石 韩力站在火堂旁边 挥手将那块狼喜云石射入手中轻轻摸缩起来 感受着掌心中传来的温润触感 这几年以来 他一边炼制丹药的同时 也一边打探着竹笼道的消息 根据从各方面收集的线索 他大致推断出骨节如今应该并不在竹笼道附近盘缓了 但愿是被宗内某位金仙给挡回去了吧 他心中如此猜测道 尽管如此 韩力依旧不敢低估一位金仙的怒火 所以也没有放松对其的防备 如今丹药他已经炼制了不少 便打算近期就开始通过服用丹药来恢复修炼 不过在此之前 他要先将青竹风云剑重新祭炼一番 只见其单手一指 一声欢快清明从他体内响起 青年火鸟从他指端一冲而出 竟只掠入火堂之中 汤底下燃烧了起来 火堂之内银烟翻滚 一股炽热气狼顿时汹涌而出 第260章 炼剑 韩力手掌轻轻向前探出 掌心中的那块狼洗云石便在一道仙灵力的裹挟之下 缓缓飞入了银色火焰之中 银色火焰跳动几下 将那块拳头大小的白色石块裹入其中 缓缓烧灼起来 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白色石块却始终保持着原本的状态 没有丝毫变化 韩力面色不变 单手一掐发掘 口中响起阵阵吟诵之声 只见黑石磊澈的火堂四周 忽然有赤色光芒一圈圈的亮起 银格格造型古捉的符纹随即浮现而出 上下跳跃不已 堂内的银色火焰在符纹亮起之后 顿时一阵生腾 荧光之外拢上了一层赤色光芒 其火力变化并不明显 但其中却多出一种奇异波动 伴随着这种波动的出现 狼喜云史终于发生了一丝变化 在发出一阵阵滋滋之声后 终于在银眼包裹之中逐渐融化 从中流出一滴滴如同蜡纸般的乳白色液体 悠悠悬浮于火焰之中 一股浓郁至极的檀香气味 顿时一满整间密室 寒丽剑壮 探出的手掌猛地向回一收 已经完全融化成了液体状的狼喜云石 立即在他的仙灵力裹挟之下飞出了火焰之外 其另一只手探了过去 掌心之中早握有一只遍布火红色纹路的黑色石瓶 将狼喜石叶接入其中 只见乳白色石叶流入瓶口之内 石瓶之上立即亮起一圈符纹 整个瓶身变得如同烧红的铁块一般 灼烫无比 寒丽手上拢着一层清光 封好瓶口之后 将其放在了一旁的石桌上 而后 其手掌再以挥动 一块胡吻晶晶便又漂浮而起 落入了火塘之中 这一次 他没有掐动法掘 去催动火塘上的法针 而是转身来到洞穴中央的一块半尺来高的石台上 盘膝坐了下来 任由惊严火鸟的银眼 自行熔炼着这块金金 在滚滚着眼的炙烤之下 胡闻晶晶表面的花瓣状纹路亮起赤色光芒 与银色火光相互映衬 却始终没有半点要融化开来的样子 韩丽只是瞥了一眼便闭目调心起来 不再去看 七天七夜后 火塘之中 银色火焰依旧熊熊燃烧 看似坚不可摧的金金 已经彻底转为赤红之色 其旧如同一块正在融化的尖冰 上面有一滴滴金色绒也滴落下来 在其下方摆着一个比之前大了一倍的黑色石瓶 将那些金色绒也一点一滴全接了进去 又过了整整一天时间 那块胡闻晶晶才被彻底融化 韩丽睁开双眼 走上前去 将黑色石瓶烧了起来 而后又隔空取过一块胡闻晶晶 将之投入了火塘之中 三个月后 山洞之中 韩丽站在火塘旁边 一手捧着本瘦皮书册 眉头微醋 神情专注地查看着 一手在虚空中来回比划着 在其身旁的石台纸上 杂乱地堆放着数千张黄色纸页 每张上面都横七竖八地描画着一道道 十分古怪扭曲的纹路 越是盖在下方的纸页上 描绘的纹路就越是粗壮 越是杂乱 而越是靠近上方的纸页 上面描绘的线条就越是纤细 看起来越是灵巧 摆在最上面的四张纸页上 所绘制的纹路已经很是细密 看起来就如同四朵圆形大花一样 十分精致 在被纸张堆满的石台左上角 紧空的一块地方上 则摆放着十数个大小不同 材质各异的额镜瓶 里面乘放着链剑所需的所有灵野 这段时间以来 韩利除了链制各种灵野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用了研读 寿皮书册中记载的容金链剑术 以及在纸张上练习描绘书册中 记载的法阵符文 尽管已经描绘了数千遍 可他对自己目前所能画出的符文 仍是不太满意 总觉得自己绘制的符文 在什么地方差了点意思 故而一直迟迟没有动手练制 片刻之后 只听啪的一声响起 韩利合上书册 双目紧闭 仿佛是陷入沉思一般 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只有右手中指与食指并拢着 在身侧小幅度的滑动着 似乎是在虚空中练习画幅 不知过了多久 他像是突然灵光乍现一般 双目惑然睁开 一转身快步走到火塘旁 只见其双指一并 手掌之上金光大亮 层层尖脸翻起 将两根手指覆盖了起来 他弯下腰半蹲在火塘旁 双指往下一处 静止插入了左边雷彻火塘的岩石之上 只见其臂母宁神杂絮尽脸 脑海中感受着符文中所蕴含的灵意 只端千灵力流淌而出 在岩石上刻画起来 起初 其手指移动速度极满 半长时间才能移动寸序位置 可越往后 速度就逐渐快了起来 到最后 比一走龙蛇 竟是行云流水般的刻画完了一整张符文 其形状与那四张之中的一张所绘的图案完全一致 只是放大了数倍 从石台之上一直延伸向下 竟有大半都镌刻在地面之上 刻完第一幅阵土之后 汉里停歇了片刻 而后缓缓吐出了一口气 来到火塘右侧继续凝神刻画起来 半长之后 汉里直起身来 缓缓睁开双眼 就见火塘四周的阵土均已刻画完成 彼此之间虽然位置不同 却又互相关联 看起来浑然一体 灵意盎然 他满意的点了点头 双手在身前一搓 惊炎火鸟便从其体内溢闪而出 飞入火塘之中 化作一片银燕 熊熊燃烧起来 伴随着银燕亮起 整个洞穴都开始变得炙热起来 汉里手掌一挥 以连串青光速速而出 在半空中一个盘旋过后 青光连去露出了七十二柄青柱风云剑 整齐华裙的悬与他身前 剑体青光闪烁 发出阵阵颤鸣之声 去 韩丽开口轻贺一声 衣袖猛的一挥 所有青竹风云剑 立即向后一掠 纷纷退入了后方的火塘之中 只听银色火焰之中 传来一声尖锐笑鸣 熊熊银眼顿时汹涌而出 瞬间将七十二柄青竹风云剑 淹没了进去 韩丽随即盘膝坐了下来 双指掐出一个古怪法掘 口中默默吟颂起来 随着银颂之声不断响起 均刻在火塘四周的法阵中 顿时传来阵阵嗡嗡之声 四道粗壮的金色光柱 从周围斜向上射出 在火塘阵中交汇在一起 化作一片金色光幕 将青竹风云剑和惊炎火鸟 笼罩在了其中 片刻之后 韩丽食指分开 在身前微微驱动 向上一钩 一声声瓶塞拔开的声音 同时响起 那十数个鹅镜瓶中 各色灵液飞舞而出 涌入了金色光某之中 透过金色光某 韩丽能够清楚地看到 胡闻晶晶的荣叶自行分散开来 朝着青竹风云剑之上覆盖而去 每一瓶上都被其完全包裹了起来 紧随其后 其他数种灵液也都分作七十二份 点点滴滴融入了裹在风云剑之外的胡闻晶晶融液之中 见此情形 韩丽重新闭上双目 神使骤然放开 将心神投入金色光幕之中 只见金色光某微微一颤 表面之上光芒大作 瞬间转为了五彩之色 与此同时 七十二口青竹风云剑之上 也开始亮起阵阵光芒 有如挂上了一道道彩虹 变得流光溢彩起来 如此一个时辰后 韩丽再次睁开双目 一张口 一道阴火从口中喷涌而出 打在了五彩光幕之上 没有受到丝毫阻拦 就静止与银色火焰融合在了一起 呼 两种火焰相合 瞬间升腾而起 化作一道火焰光珠 将青竹风云剑 全都笼罩在了其中 就在这时 一遍陡声 神树靠飞剑 像是受不了这股融合火焰的烧灼一般 竟然疯狂挣扎起来 一个个剑起外翼 朝着四面八方切割而去 韩丽剑壮 蓬勃神石顿时汹涌而去 瞬间与每一柄飞剑都紧密联系 第一时间将其镇压了下去 想不到 竟还有些顽固剑员 没有完全融合 藏得可真深 韩丽口中轻叹一声 心中确实有些庆幸 还好这些剑员是在此时发作 若是在他与人交战之时 只怕青竹风云剑的片刻失控 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只见烈焰之中 被各种灵野包裹起来的青竹风云剑上 一团团尚未融合的剑员 纷纷从剑体之上外移而出 静止崩碎开来 然而其所转化而成的灵力却也没有流失 被飞剑重新吸收了回去 韩丽剑子没有半点松懈 仍小心控制着烟火与银燕的融合 不断烧着七十二柄飞剑 飞剑之上的彩虹之色也逐渐淡化 变得模糊起来 足足七七四十九日后 火塘上风的金色光幕之内 七十二柄飞剑迎白如玉 通透如冰 看起来如同透明一般 与原先相比 所有飞剑的剑锋似乎全都拉长了寸序 剑刃也变宽了许多 韩丽面无表情地看着 显得有些陌生的青竹风云剑 手掌再也挥动 尺态之上 最后一只黑色石瓶的瓶塞自行飞出 里面所成的乳白色灵液悠悠飞起 进入了金色光幕之内 分作七十二滴 滴落在了每一柄飞剑之上 滴答 这一声清响如初春落雨 如灵犬飞剑 如枯木凤春 所有飞剑同时一颤 接着表面灵纹骤然亮起 同时金光大作 无数金色蕾丝弹射而出 彼此相互交错 如同一片小型的雷点森林一般 不断传出琵琶之响 若非有外边那层金色光幕遮挡 只怕这些雷点就要外溢而出 将这座山洞都炸个粉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